嗨 各位好 我是Jimmy 去年我有開箱過PUNISH的Ultra Custom Wireless Sim 2 當時我就給那隻滑鼠很高的評價 前陣子PUNISH推出的同樣是對稱的AMBY 看到這邊應該會有觀眾馬上說 啊 這跟英科特同一家工廠啦 是 你說的都沒錯 但這次PUNISH先捏了一個自創外型 還搞了一個可調感應器 而且他們還申請了專利 這個滑鼠我只能說 真的很創新 但讓人又愛又恨 Ambi 就跟所有其他PUNISH滑鼠一樣 有五孔 油孔兩種鼠身可以選 包裝裡面也會附上 油孔跟五孔的背蓋跟按金蓋給你 當然你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去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得到高度客製化的組合 大一下就是價錢真的不便宜 那我們就來看看其他特色 是不是可以支撐它的價錢 我們這次換個順序先講一下材質的按鍵 Ambi的材質是一個非常詭異的 霧面無塗層塑膠 看起來質感很普通 尤其我拿到的是黑色款 幾乎不會反光 非常不起眼 手握上去並不會有廉價感 而且止滑效果不錯 當你用一陣子 你的手上的油沾上去之後 它就會看起來非常的髒 但是這個時候就會黏住你的手 比大多數我用過的滑鼠都還要止滑 只是看起來很噁心 所以我不知道該說是優點還是缺點 按鍵的部分 Ambi是少數有保留右邊側鍵的對稱式滑鼠 這兩年新出的對稱鼠 大多都放棄右邊側鍵來減重 如果你不想要右邊側鍵 包裝裡面也有附上屏的按鍵 這些按鍵是磁吸式的 指甲直接扣就可以拿下來 換上屏的按鍵之後就按不進去了 類似我前面介紹過的Model I的側鍵設計 OK 側鍵用的是非常輕手的微動 但是後側鍵有一個很長的後形成 前側鍵稍微好一點 但也蠻明顯的 右邊側鍵也是一樣的特性 我猜這裡面真的不能再加強結構了 因為這樣會更重 講到這邊你應該覺得 哇 這顆沒料 有料的部分才正要開始 主按鍵這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分離式的按鍵有些會晃動 但是不嚴重 以可更換按鍵蓋來說 絕對算組裝品質很好的 篩選過的GM8.0微動 在AMBI上有恰到好處的前行程 還有有限度的後行程 以調教來說不是常見的那種硬朗清脆 而是算輕手俐落的GM8.0 幾乎有歐姆隆的感覺 這是我按過十幾支GM8.0滑鼠裡面 我最喜歡的按鍵手感 敏捷度高回彈也快 別忘了PUNISH還會給放微動上的墊子 想要行程更短就放上去會更加俐落 滾輪的部分主力非常的適中 段落感也很明確 跟Viver V2 Pro上面滾起來很類似 但是按下去非常的硬 硬到我會怕把整個滾輪按到線下去 感覺到了嗎? 側鍵不好 主按鍵超棒 滾起來很棒 按起來過硬 令人又愛又恨 好啦來到最重要的外型部分 這邊要搭配感應器一起講 長度118 寬度60 而且幾乎沒有腰身 水桶腰 高度38看起來小 握起來不小 主要原因是高點在中間偏後一點點的位置 而且到比較尾段才下墜 握起來容易頂手心 但從後面看高點往兩側下墜的弧度很平 一直走到側邊才斷崖式下墜 兩側垂直向牆壁 而且這個牆壁延伸到後段 所以如果是爪握 會感覺到尾巴兩側一直頂到手掌兩側 這個設計我們拿GPX來對比就可以看到 GPX中間高 兩側跟尾部下墜早會頂手心 Viber V2 Pro雖然高度差不多都是38公里 但側面早早就開始弧線內收 目的是要貼手掌 所以Ambi這個詭異的外形 對我長17.5寬10.5公分的手來說 微斜的方式爪握並不舒適 感覺Ambi做了一個平台在上面 要我整個趴上去平握的感覺 或是換上五孔的按鍵蓋然後直握 這時候看一下底部可以調整感應器的位置 這個外形似乎就說得通了 這邊我讓各位先思考一下 我先講這一顆感應器的表現 就算在不移動感應器的位置的狀況下 這是我用過最穩的PAW 3370 可能是他們用了什麼新的MCU 或是調久了 搞熟了 Ambi上的3370給我感覺像 你去用了其他家的3389 再去用BOXY 3389一樣 好像有點慢 然後非常的穩 加上優秀的按鍵 就算是一陣子沒用再回來 也大概一兩場就可以完全上手 打出很好的表現 OK 可調這個部分調整起來非常容易 包裝裡面有一個螺絲起子 兩個螺絲轉開就可以移動 簡單到幾乎讓人覺得有點粗糙 這個可調整的原因很簡單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手從左到右揮動 一定不會是直線 會是一個弧線 所以滑過去你的指尖移動的距離 一定比長跟移動的距離還要長 換成滑鼠來說 就是感應器往前調 就會移動的比較遠 體感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為什麼Ambi要做可調 就是希望可以去搭配每個人不一樣的握法 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他們還去找一邊Paper來佐證 我會放在資訊欄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自己用下來還是最喜歡 拇指、小指、握持點、中心的位置 以Ambi的外型來說 就是中間稍微有點偏前的位置 這時候回到前面 我們講這個外型 會讓我有點想往前趴握 所以我往前調 所以Ambi這顆滑鼠的設計理念 以我的理解來說 如果握法是習慣整個手蓋在上面 像Twist那樣握滑鼠的話 就把感應器往前調 那如果握法是剛剛有提到直握 它就往後調 這樣就可以依照握法的不同 把感應器位置維持在接近握持點的中心 這些聽起來很美好 但回頭想一下 如果外型不要做得這麼極端 各種握法的使用者 還是可以享受可調的感應器 而且還可以握得更舒適 另外就是這個設計 加上兩邊都有側鍵的重量 我裝上挖孔的殼還是有76g 拿掉背蓋才可以降到71g 以2022年的標準來說 真的不算輕 但其實我從60g的重量 回到76g也大概兩天就能習慣 OK 剩下什麼 主貼是上下兩大片的設計 造型沒有什麼問題 用的是偏白色的PTFE材質 耐用度沒有問題 只是這組薯貼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樣品 所以不是很平整 包裝裡面附的有比較好一點 另外邊緣沒有好好的製造圓弧 所以用在混合電上面會感覺一直在刮薯電 小牌子又沒什麼好換的 就只能用到它自然磨損才會好一點 電量部分沒開燈112小時 有開燈50小時 非常誠實 中規中矩不會特別耗電 喚醒速度也很快 軟體部分這次就不談了 跟SIM2一樣是公版軟體 主按鍵Dbounce可以測到0毫秒 國外也有測DragClick CPS很誇張的高 不過我想這個價錢台灣minecraft玩家 應該不會想要買進來用 Punish MB是一顆非常有創新元素的滑鼠 新的外型可調感應器都是獨家 可以感受到Punish想要做出不一樣東西的野心 不過我猜是因為120塊美金的原價 加上不是很突出的重量 看起來很不起眼的外型 所以這顆滑鼠好像賣得不是很好 而這顆滑鼠適合兩種人 第一種是你的握法就是剛好是我前面提過的兩種極端握法 Ambi的感應器可以調到可能會讓你打到更準的位置 第二種就是左撇著 然後不想要買舊版G Pro Wireless的使用者 如果你剛好兩個條件都滿足 最近有看到原廠佔價到99塊美金 如果可以找到降低運費的方式 那還可以接受 其實這次滑鼠拿到手一段時間 原本覺得好像沒有時間做影片 但看到最近大牌子3395的滑鼠也難產 Ambi再怎麼樣極端 至少它是我用過最好的3370加GM80的組合 我想這個可調感應器的想法很好 如果外型可以再輕敏一點 然後重量再輕一點 它的創新理念還是很值得贊取的 反正童王大工廠都有3395 5孔62顆產品了 你們說是吧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看我開這些有的沒的周邊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Jimmy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你說話 屁出來了